共產對環境的富裕與健康療癒 創造無限的可能 人土不餓要使同源 每個理想社區的長照應該從互助聚落的空間開始 互助聚落的空間就是從一起吃飯這件事情 所以我在臉書上面也成立一個社群叫做 一家臺灣美飯糟糕吃飯糕給朋友 就是希望說哪怕我們在做共產這件事情 還有很多困難跟限制 但是最起碼你要開始煮一鍋飯總是沒問題 更何況這個米飯它是一年到頭 你都有機會去參與 一年頂多兩期或者甚至只有一期 所以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去了解農作這個事情 遠比你去參與其他都要來的單純跟有效果 何嘗你在吃飯的時候 你感覺到你跟這個農民或者生產者 或者土地的連結 所以我想我們先從一鍋飯開始 然後再逐漸的增加菜 增加其他的項目 然後我想共購的這個基礎 也從單純一樣東西可行性之後 我們逐漸的擴展開來 幫我退出來 然後我們就放PGT 到這裡 他在這個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什麼提問 我想 要交代的東西很多 但是我希望是 以大家關心的這個項目 我們總和起來來回答 然後我可以在這方面 多解釋一些 請問一下 現在嘉義士這邊有所謂食物銀行 那是否可以一起來 看一下配合 食物銀行的問題取向 可能跟農產品不太一樣 就加工品為主 或者是 那個 自銷品 或者是 等等 那當然可以 可以相互連結 因為在 現在最重要的其實是在於 供應端跟需求端 這兩個東西怎麼樣來媒合 而能夠達到不要浪費 以至於發揮它可以永續發展 就是說 如果食物銀行是一個被動的 得到捐贈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主動去挑選 那當然 我知道 比較嚴謹的地方 他們對於 安全性或者期限 或者等等 還是有它的要求 但是 可想而知 如果今天 它是以捐贈為被動接受的話 事實上 它沒有辦法完整的針對 我們叫做創造價值這個部分 來發揮 譬如說 我們就以農食一 這個一的 來嚴格來講的話 這個當中的落差就會明顯出現 就是說 不夠的地方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把它採足 那 食物銀行我想還是放在於 它是一個比較 救濟或者是不浪費 或者大家去反省 我們在消費這件事情上面有沒有更多的計畫 而不是衝動 或者生產者他在生產東西或者研發東西 他有沒有比較多讓民眾參與的機會 而不是盲目的設計跟開發 然後最後再來推銷跟這個變成這種 食物銀行的一個貨源的來源 所以我想 它不完全一樣 它有關係 但是這個關心的據點不太一樣 OK 我想這是我簡單的一個背景 那 主婦聯盟共同購買 當初 我會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 我完全不是為了食安 我不是為了農業 我是為了公民運動 那這個事情 連 主婦聯盟比較後面的 世代 大概完全不知道這個情境 那當年我在日本工作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這樣的一個團體 他們是以這個為了遏止這些商人 他們摻水或者是標示不清 以至於像雞蛋這樣子的一個價格波動 他們有辦法去控制它的一個需求量跟產量 總之這樣子的一個盤商的一個操作 它完全又是政府所應許 因為有很多的農產品它是要有特許的 不是你任意可以買賣 那因此在這當中 其實日本他們更早發生我們這種食物問題的問題 不只是在供應端 也包括在生產端工業污染的結果 那工業污染能不能預防 或者是發生之後它的去向 以至於政府的政策 我想這些都是台灣有過後來發生的一個經驗 那總之那時候我回來台灣其實看到 整個台灣也面臨所謂那時候是 左水溪隔米污染的問題 那一群消費者找消機會 消機會其實那時候有一位 柴崇林教授的一個特助 他也是最早成立實驗室的一個翁秀林翁小姐 他離開然後來到主部聯盟這邊來 所以就引起了一個想要做消費者運動這樣的一個念頭 那正巧我剛從日本回來 其實也在思考到底要怎麼樣開始這樣的一個公民運動 所以我最早的起源是透過我主婦聯盟一位老朋友 叫燕諾仁 這位朋友已經cancer過世了 那他幫我召集了主婦聯盟還有其他的團體 這裡面包括當時的無殼蝸牛的還在念博士班的張景勝 還有現在已經退休伊甸基金會的陳俊良 陳大哥 那時候留下來還在的時候 那總共有五六個單位一起來添我的簡報 那最後有兩個單位非常想要做 一個就是伊甸 因為伊甸那個時候他已經在做卡片義賣 也開始在嘗試做節日的這種義賣 那所以他想要擴大他的這個所謂的服務項目的話 那共同購買是完全符合他的條件 可是我的考慮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認為我要做的公民運動 我希望找到的是意見領袖 而不是大家抱著一個義賣慈善的觀點去買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選擇了主婦聯盟 而當時的主婦聯盟規模還很小 因為他才從新環境基金會成立出來 然後剛成立的時候 第一任的陳秀慧後來進去民進黨 後來的陳來宏 接下來第三的李美玲 他先生就是吳英章 曾經當過台北市教育局的局長 是台大心理系的教授 所以我去的時候是李美玲當董事長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積極在做的是幾件事情 就是教改 還有就是自然步道 後來自然步道分出來是郭成夢、郭老師 所以基本上這一群人 大體上跟台大的關聯 以至於婦女運動這個部分 大家都非常的急著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唯獨消費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他們發現不管你做什麼議題 做教改也好、做自然步道也好、做婦女平權也好 每個人都是消費者 所以交集是一個非常全面性的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毅然說 OK,那既然你想做 可是我們沒有錢 但是你看你開什麼條件 就是沒有錢 那我說我不要錢 因為就我過去工作的經驗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循環性在於消費的條件 就是說今天如果我們要一個東西 它就一次性的話 或者是耐久性的話 那就帶不了效果 但是如果買了會再買 以至於這個會再買的量會擴大 然後值會加深 或者會值加深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求的會要更好 可是你現在做不到 那你起碼做不到最好 你起碼比較好給我 那在比較好的情況之下 就不斷的可以發展出 像嘉義有名的福毅軒 這種 這個非常已經到邊緣化 甚至於要關場 或者已經在大市場裡面 你找不到它的產品 突然間它怎麼紅起來 我想這是印證我剛才講的道理 就是說有人賞賜你 就是要求你能夠做的 跟現在主流產品不一樣的訴求 它的訴求是什麼 其實就是安全跟健康 對不對 那反之就是不安全跟不健康 卻是我們在市場上常看到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樣的一個運動 它來自於消費者的一個連結 是非常單純的 那問題只是說 我們如果只是亡羊補牢 都在解決這個問題發生之後的替代方案 而不能從預防開始 甚至從法律上面 就能夠鼓勵 或者限制 那所有等待 都是我們在做抗爭 還是做補救 我想 道理不是這樣 更何況我們身體的疾病 根本不允許 我們選擇一個 傷害我們身體的消費的模式 所以過去這樣的一個背景 我陸陸續續 但我最早的三年之後 我離開 那離開的原因 有機會私下再談一談 不過最重要的是說 我還是持續在關心社區 因為做公民運動 我不是一個 我非常尊重也支持 不過我不是一個 讓自己上街頭 這樣那個類型的人 不過我為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行為 表示懺悔跟愜意的情況之下 我上一次有出來選里長 雖然沒有選上 不過對我來講 那是一個告解 或者是一個覺得說 過去我沒有上街頭 但起碼我為選里長這個事情 僥倖如果選上 那我很多事情可以做 如果沒有選上 那我也不放棄出來宣揚這樣的事情 讓更多想要選里長的人 他找到一條出路 或者有一個舞台 而不是幾個爛蘋果 裡面挑一個 或者藝人一直延續 這樣子綁樁腳的模式 我想這個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我今天想要講 所以這個 後來我也回學校 左手邊各位應該熟悉 就是你們在喝的 公民貿易咖啡的 吳子韻 公民貿易李林咖啡 那一次我帶學生團隊 台大的學生 我們去比賽 然後就得到第一名 我當業師 就是說在吳子韻 大家知道他做這個社會企業 可是不要說他賠錢 就是說哪怕賺錢也是賺得很辛苦 甚至他的賺錢的目的是希望 能夠積極的去保護雨林 或者做更多的消費者的教育等等 所以賺再多其實對他來講 那個都是不夠用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怎麼樣去優化他的企業 或者他的商業模式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作為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曾經在2014年 這個研華電子 他所辦的社會企業 創新技術賽裡面 我們拿了第一名 那這就是我的一個背景 那各位看到艾校 其實他事實上他背後所帶來的 就是我們在尋找有沒有醫療以外其他的方法 其實他就是一個放鬆 以至於放鬆可以減少很多的疾病 因為疲勞壓力造成的身經疾病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在5月1號的台中 向上路跟文新路交渣口那邊的圓滿公園 空間裡面我們達到破1萬人的這樣子的一個集結 那我自己本身的責任區是在三種叮購院區 我們已經做了9年 跟醫師來做配合解決憂鬱症、睡眠障礙跟急躁 就是所謂的便利急躁 其實很多都是心理的因素造成 吃藥有沒有效 當然有效 他幫你緩解、幫你控制、幫你促進 可是他沒有辦法根本解決 你的習慣、你的性格還是那個樣子的話 你會一直依賴藥物 而這個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 也會造成你其他的功能上的障礙 那其他項目其實我只是說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摸索跟嘗試錯誤 不管大的小的 總是希望要找到一個可以普遍大家可以複製 有些東西你做得起來 可是別人學不來 或者別人不需要 或者等等 所以最後在最下面那個請進門的新創社會企業 就是我現在想要再成立 在我們原來 生活者股份有些公司是在主婦聯盟合作社成立之前 為了解決這個買賣的這個憑證的問題 事實上合作社的成立 會有很多的障礙或者限制或者困難 因為你依依憲法 他是一個免稅應該被鼓勵的事業 不過在當時還沒有解言 不只是合作社 其他的社團基本上要不是被佔而不能夠 你知道主婦聯盟為甚麼成立基金會 因為不能成立協會 他說你要成立協會有相同 你就去參加婦女會 這樣各位聽懂嗎 因為有同性質的會 你就去成為會員 你有本事你就推翻他自己當理事處理 可是更不可能 婦女會是誰在當家 對不對 還有一大筆帳可能還弄不清楚 所以很多的過去在那個時代裡面所發生的事情 那各位可能不了解 但是實際上這樣的一個限制 逐漸的改變到今天 其實有沒有完全開放 我想是有相當程度 但是最後的一個決勝 可能不是在上位者的這個條件 可能是我們今天普遍的選民 或者我們在社區裡面活動的這些泛夫手足 有沒有根本性的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環境改變 而需要選擇一個自我自律 然後又肯負責任做好一個 為商或者為你的工作 一個肯負責任的一個人 在這個條件底下 當這個政府被翻轉 或者財團被翻轉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接手 或者我們有沒有做得更好的把握 我想這個是一個關鍵 那你看過去 這個所謂的變天的情況之下 又是掉進一個循環 而看到的一個類似的一個腐敗或者問題 其實你就了解說我剛才所講的重點在哪裡 因為換了政府 但是呢 他的基本結構的選舉模式 或者得到票 以至於需要得到票 背後用鈔票來拱他的這個 這個競選的秀這樣的一個模式沒有改變 這是間接性的買票綁裝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看出來就是說 因為你買單 如果你不買單 或者你站起來 用其他的訴求來要求 票可能發生的一個條件 以至於財團 怎麼樣讓你的這個產品 能夠被青睞的條件 我想這個都是才根本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法 而不是一直用認證啊管理啊 實驗室抽驗啊等等 那個都是我剛才講的跟醫療一樣的問題 就是鹽冠出稿燦 他的結果就是現在我們所面臨的一個問題現況 我認為他是一個農業復興的公民運動 就是台灣共同購買編集 我剛才已經交代了一些 那這個 各位網路上可能也看到 我覺得他寫的很貼心 就是說大家都要自己種 因為才會信任 或者不是自己種 起碼是認識的人種 或者你想辦法去認識他 那這個可能會必用抽驗 因為抽驗你都會發現 經常抽驗都會出問題 因為有問題的不需要被抽驗 因為他就不會進去嘛 那進去的可能有一部分就是 偷雞摸狗也好 或者用包裝 或者用混水 用用所謂的這個進去 那抽到的算他倒楣 那所以在這種所謂的 鹽冠出稿菜的這個結構下 根本這個事情沒有辦法根本做好 所以怎麼樣來做這個事情 包括治病啊包括其他項目 其實都是同樣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創造一個新的價值 那這個價值其實不是很抽象 也不是很困難 其實就是誠實 因為誠實而信任 因為誠實而過一個可以輕鬆過日子的條件 教書的人 被教育學習的人 以至於做生意的人 或者被服務的人 所有的人 你退去你的角色 其實你都是消費者 那你作為一個消費者 你最低微的一個要求 就是我付錢 我得到不傷害的一個產品或者內容 有這麼困難嗎 那我想這個部分的思考就是要採取行動 那所以剛才這個已經講了 大家就知道 一個是論見記熟 一個下面是論人記熟 就是簡單講就是 我們怎麼樣用一個合理 或者不要浪費 我今天不是說醫療不好 醫療還是有它存在很高的價值 特別是在救急或者罕見疾病 或者在很多這個科技性的這個醫療上面 它有很多的貢獻 但是呢 因為制度的關係 讓它濫用 所以怎麼樣回到我們 以人為中心 以人真正需要為最前面的考慮 我想從教育是這樣的 那何嘗醫療它比教育更急迫 那所以我們即將在明年六月 就要推動的這個長照中心 我就用一個準字 就是說我今天所要做的不是長照中心 各位不要 因為長照是一個非常專業 跟處理這個失能失智 或者是沒有辦法自我照顧的對象 當然我們不是去處理這個部分 可是各位 極少數的人生下來就是這樣 絕多數的人包括你我在內 往那個方向走的失智失能的機會 會是擺在眼前 所以在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需求之前 我們怎麼樣著手去做預防 以至於做好社區型的項目造物的條件 那不要輕易的用錢來解決 用外勞或者用政府買單 還是委託機構 那把自己的父母親送到那個地方去也好 或者有一天你被送到那邊去也好 那樣子的一個生命的一個 這個這個 後面的這一段時間 各位平均的時間照護失能 台灣還有七年的時間 你可以想像不要說七年 七個月你都會覺得那個是一個 如果你都還保持清醒的話 那甚至一個很悲哀的事情 所以怎麼樣能夠從結構上面降低 我們最理想的一個目標是兩個禮拜 這是一個全世界平均下來覺得說 對一個勘用到後來需要安寧的對象 善終的時間 基本上他有辦法就他的經驗上的診斷 大概是兩個禮拜 其實最精準是七天 三天到七天的時間 那大概會很準確 那但是稍微誤差一點兩個禮拜 覺得是合理 所以如果你想想看 你在最後零終的時候 能夠只有兩個禮拜 實際上那個時間要做什麼 什麼都不要做 就是家人的陪伴 根本不要做氣切 不要做CPR 不要做電擊 不要做插管 不要做那些東西 對一個年輕的生命力 或者有辦法復原的機會的對象 那當然我們不捨 或者是家人希望他能夠再復原 可是對一個八十歲的老人 對九十歲的老人 你覺得還需要做這些事嗎 所以怎麼樣能夠建立一個正確的觀念 除了當事人以外 家屬是很重要 而法律也要賦予他一個 合理的一個權力給你的什麼 家庭醫師 而不是專科醫師 因為現在專科醫師 當然在他的專業 他有很多屬於他自己 比如說他做嘗試錯誤的實驗 以至於他不願負擔責任 把你當啤酒踢來踢去 種種可能過猶不及的這種 所謂的診斷的一個結果 這個部分可能騙得了家屬 他會瞞得住當事人 可是他騙不了 同樣是學醫的你的家庭醫師 所以我們希望說 你在平常有一個家庭醫師的 這種看護的情況 他非常清楚你的條件 所以他在你臨終之前 他其實可以參與你的醫療計畫 甚至不是在臨終 而是在你進入了老年之後 你的這種所謂的 各方面的生活起居 用藥這個事情 他可以統合 而不會有過度 或者使用上面 這個完全是韌性的 去就整的這種拿藥的 一種浪費跟傷害自己 而不知道的情況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說來大家都知道說 那就做啊 就做啊 可是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自覺 或者有沒有一個鼓勵的做法 因為如果這樣子做的話 醫師是不是會減少收入 藥廠會不會不甘心 或者很多人靠用量來做業績的這樣的一個機構 他怎麼樣去面對 他減少收入的機會 他又創造很多的病名 特別是精神疾病方面 其實很多的用藥都是過度 或者是被當作病 事實上他只是個症狀 他事實上可以用紓壓 或者是改變社會的習慣 他就可以緩解 甚至可以復原 過去現在未來 我想 2050年 我想這個數字大家都很清楚 為什麼我們去年的環境會議定在1.5度 沒有道理啊 對不對 因為再往上去 好像比較做得到 因為實際上氣候變遷 整個溫差的一個變化 一直在突破我們的預期 可是2050年正負2度C 它就是一個幾乎是世界摸著的條件 因為整個南北極的這個冰山 以至於海水或者是冷熱交換的一個情況 它所可能帶來的災難 是你難以想像它不只是天災 它甚至於是疾病可能就先發生 因為你依賴的這些農產品 或者這些所謂的生物 它就開始突變 它就開始沒有辦法 你來得及發展抗生素 而你得了疾病 你根本就來不及治療 不要說是要活下來的一個安全的環境 那2049是什麼 我在這次參選的時候 我才去接觸到這個數字 我才恍然說 原來1949年的100年之後就是2049 那各位知道1949年是什麼日子嗎 就是中國大陸 就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間 加上100年 就是它必須在100年戒零之前 處理台灣問題最後的時間 因為過去的澳門或者是香港 為什麼1099年 因為國際法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100年以上你的主權無法到極的任何地方 它有自然被國際社會接受的一個獨立條件 所以為什麼都定99年 道理就是不能跨到100 所以2049正好是1949年的滿100元 而處理這個問題絕對不會是在那一年 你看香港在處理跟英國的關係 是早在五年十年前就開始在談判 就開始在移交 就開始在介入 所以你往前推的話 2049往前2039 2029 2019 2019 是這個玉山旅社滿10週年的時間 就是說這個時間其實對我們來講 各位如果覺得50年很久 那10年基本就一眨眼就過去了 所以在這當中處理這些事情為什麼動作那麼多 你就可以想像那個焦慮跟壓迫的情況 實際上不是只有這一邊 那邊也是 他也要對他的全民交代 他也要對他的政權保衛 所以風吹草動其實都在這個當中產生一個激烈的變化 所以前面有一個氣候大自然的因素 後面台灣有一個別人沒有特別的這種所謂的政治問題 以至於影響到國內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那2030年2025年這樣一直下來 各位 那如果今天我們都用過去的經驗 認為他是很好而來延續 那也就算了 可是我們認為一點都不好 或者不夠好 雖然經常有一句話就是說 柯P在講說沒有更好只能最好 沒有最好只能更好 這個更好促進我們想辦法去找到 Innovation或者創意 或者打破各種的過去的激起 所以現在就在做參與式預算 結果朱立倫也現在大肆在做 大肆都在做 那很好啊 這就是我在問各位在座的主人 我就說 好了他現在開放很多的參與 可是我們有沒有準備好 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 因為過去習慣的這個系統 基本上上個禮拜 洪德仁他是台北參與式預算 講師團的團長 他就很意氣添音的說 前面這一年這個民政局都尋求過去的傳統模式 找里長來辦這個事情 找里幹事來辦這個事情 然後找所謂的巡守隊來做參與式預算 那個場面都是上千人 結果提出來的案子或者私下的抱怨 根本就是沒有辦法做 為什麼 因為以前根本不需要寫計畫 以前只要打個電話 會堪錢就下來 甚至連會堪都不用 只要蓋個張 一年有一千萬的配合館 根本就解決掉 現在這些錢都要挪到參與式預算 就是你一定要來提案 一定要公開來投票等等 所以對原來習慣那種天掉下來 就可以放到口袋做事的人來講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接受什麼叫參與式預算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洪德仁各位都知道 他是醫師 跟陳女皇在做社照這一塊 所以我們在探討長照 其實他自己也很著急 因為我們要處理的事情這麼多 但唯獨他自己醫師這一塊 其實他也不看好 他所謂的不看好不是政府 而是自己醫界裡面的象牙塔 你看有多少的扯後腿 或者是既得利益 還是大佬 還是等等等 所以這個問題如果說 不是從一般的老百姓 或者是消費者 或者是選民 來撤動的情況之下 其實在體制內要去做改變 其實先跑的先被打下來 或者先動起來 或者看地下室有幾層就往下面放 最後逼著你要出來選市長 對人柯B這種例子 就是你反正就是在台大的體系 你就被當作是一個不聽話的對象 我想 這個問題其實是層出不窮 好了 造成氣候變圈 這個我想我們很快就跳過 大家都應該認同這個事情 那解決方案就是擴大共有的分享 工跟師是我們今天習慣的 覺得說 建護有你辦就好 不然師 師的話 但是除了個人之外就是商業團體 但是我們現在想要找到一個折衷 是共有 為什麼叫共同購買 共同購買就是 你今天不是讓人家決定你要買什麼 而是我們決定要什麼 我們來找 所以今天對共同購買有一個很重要的認識 就是你有沒有能力去分辨什麼是好東西 以至於這個好東西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除了錢之外 你要花多少心思要去學習 以至於要去管理 而不會說跟以前一樣任意放著 他也發美 不會發美你才要擔心 看日期 覺得過期就一定有問題 或者不能吃 其實這個都是落入我們過去很自視的一個思考的模式 實際上他有很多是生活的一種能力或者智慧 我們都斷層 所以在這當中我們希望用吃飯這件事情重新挑起這個問題 以至於大家再重新學習 我們的這個食物的來源 千萬不要任意變成食品 以至於用中央廚房 或用所有的標示 用所有的SOP 用所有的認證系統 你認為就是安全 各位 這樣子的一個訓練的情況之下 他 他的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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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